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报道 重拳出击 城府打散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权限上下按照有黑扫黑 无黑除恶、无恶之乱的要求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黑恶势力犯罪 始终保持扫黑除恶的强大努力 稳、准、狠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为充分展示权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功 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绝境 特推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报道 报道共分5期 今天播出第三期重拳出击 城府打散 2018年党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县纪委监委在市纪委监委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 坚决扛起城府打散政治责任 扎实学习贯彻上级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攻坚突破阶段 权线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 持续发力 始终保持城府打散的高压态势 以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坚定决心 以持续发力久久围攻的任劲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